而之前妻再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跟你们讲一个我客户的故事 她老婆同意和她离婚当天啊 她欣喜若狂 觉得自己终于自由了 终于可以不用再看这个女人的脸色 不用听她唠叨 不用跟她各种解释 自己终于可以和那个女人在一起了 离婚当晚 她跟哥们约了去唱歌 喝酒洗脚 她在喜悦中心 舒舒服服的睡了一晚上 她觉得自己的好日子终于来了 她几个哥们呢 喝多了 就拍着她的肩膀 一脸羡慕的跟她说 嘿 你小子现在可爽了吧 真行啊 快十二点的时候 有两个哥们呢 老婆打电话 催他们赶紧回家 她呢 还嘲讽地冲他们说了句 嘿 赶紧回去吧 回去混媳妇吧 跟那个女人住在一起第一年 她觉得自己特别的快乐 上班下班 想在家里做饭了 做一些 不想做饭了 就出去吃 周末想睡到几点啊 睡到几点 特别开心 不像以前还没下班了 老婆电话就来了 问她几点到家 回到家 屁股还没放在沙发上了 老婆就叫她去陪陪孩子 或者让她帮自己做个家务 要是她跟哥们喝酒太晚了 老婆呢 又会嫌她不顾家 总是什么喝得醉醺醺 大半夜回家的 而且她老婆呢 还总说她 对自己不好了 不体贴不关心 也不会送礼物了 所以第一年她说 是自己最快乐的一年 但是第二年不一样了 她跟哥们喝酒 那个女人也管她 跟她前妻一模一样 让她觉得很烦 她跟公司的女同事 发了一些暧昧的话 她觉得没任何问题嘛 就是同事之间调侃调侃 那个女人也生气 也像她前妻一样 跟她吵架 还吵得不可开交 最关键的是 那个女人总是在问她 以后怎么办 说啊 我们都三十七八了 都是离过婚的 应该要一个孩子之类的 这些话 她说啊 她听着就很烦 她觉得 怎么女人那么多事啊 而且这个女人 还不会做家务 家里总是乱糟糟的 不像她前妻 总是把家里收拾了 干干净净 她说有一次她出差回家 家里的茶几上 还放着没扔的外卖盒 垃圾桶里 应该是攒了好几天的垃圾 也都没有扔 可是那个女的 会打扮她 漂漂亮亮的跑过来 搂着她的脖子就说 哎呀老公你回来了 她的衣服呢 特别是衬衣领 她前妻都会用手搓 就算她再怎么出汗 领子上也从来没有过黄字 可现在她的衣服 那个女人都是扔在洗衣机里 裤子外衣 泪衣 袜子 内裤 从来不分颜色 全在一起洗 好几次她的衣服都被染色了 不能要了 我就问她 我说你想过你前妻吗 她说 没想过是假的 分开两年多了 她觉得自己过的就不叫个日子 跟这个女人住的就不叫个家 比狗窝还不如 但是她现在跟哥们喝酒 挺羡慕他们接到老婆 推他们回家的电话 听到哥们说啊 今天老婆给做了炸酱面 让回家吃的时候 她说她羡慕的直流口水 她最喜欢吃炸酱面了 几乎以前 每个月她前妻都会给她做几次 而且她前妻炸的那个酱巨香 外面的餐馆根本不伦比 她说这话的时候 当着我的面 还咽了一口唾沫 我就问她了 我说那你前妻现在怎么样了 她就叹了一口气 说 前段时间我刚知道 她再婚了 那个男人啊 跟她前妻一样 是一家公司的普通职员 收入比她前妻高一些 人长的呢 就很一般般 家庭条件也不太好 再加上她的父母常年病重 所以那个男人是一直没有结婚 后来父母陆续去世了 她才开始张罗给自己找媳妇 跟她前妻呢 是朋友介绍的 对她前妻就特别好 有一次她开车在路上 还看到她俩呢 她的前妻挽着这个男人的胳膊 然后两个应该再溜弯 笑得特别的幸福 她说 我好多年都没见过 我前妻那个笑容了 她说那个笑容 跟刚跟她结婚的时候 笑容一模一样 所以你问我 得知前妻结婚 男人会有什么感觉 你们还不如问我 没珍惜那份感情 失去后会不会后悔 当然会后悔了 就像周星驰那部经典的电影 《大话西游》里说的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 摆在我的面前 但是我没有珍惜 等到失去的时候 才后悔莫及 陈世间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此 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个机会 再来一次的话 我会对那个女孩说 我爱她 但是上天其实 很难再给你那个机会了 不是吗